你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明星的新闻,这就是今天的新闻,而逍遥的大婚场景无疑是他与侯明浩首次合作的一大亮点,令众多粉丝对这部剧充满期待。 谭松韵与侯明浩新剧《逍遥》在先甜虐浪潮,两人大婚,画面曝光,引发全网热议。 近年来,谭松韵凭借出色的演技和多部热播剧的积累,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实力派女演员。 他主演的代播剧《赎紧人家》《逍遥》一直是观众热切期待的作品,而其中,尤其是逍遥更因其独特的故事情节和豪华的演员阵容备受瞩目。 近日,这部剧的大婚戏份正式曝光,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和讨论。 在曝光的剧照中,谭松韵饰演的女主逍遥身穿精美的新娘礼服,面带甜美笑容,被侯明浩饰演的红叶一把公主抱,画面甜度爆表,引得观众直呼过分美丽。 这一幕充满浪漫气息,让人不禁对两人在剧中的感情走向充满期待。 《逍遥》是一部融合了奇幻与爱情元素的剧集,故事围绕着人族与妖族之间的冲突展开。 谭松韵饰演的逍遥作为女主,既拥有坚强的内心,又兼具柔情似水的一面。 而侯明浩饰演的红叶则是妖族的代表人物,两人在携手前行的过程中逐渐产生深厚感情,经历了重重阻碍与考验,最终走向了爱情的终点。 随着大婚画面的曝光,谭松韵的举动也让全网科堂不已。 她甜美又不失霸气的表现让观众再次领略到了她独特的迎评魅力。 网友们纷纷表示,期待这部剧的正式播出。 逍遥的大婚戏不仅展现了两位主角的甜蜜互动,更让观众对后续的虐恋剧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作为一部讲述跨越种族、挑战命运的爱情故事,观众们期待着谭松韵和侯明浩在剧中带来更多令人心动的瞬间。 谭松韵与侯明浩逍遥大婚戏曝光,甜蜜场景引发热议。 随着逍遥大婚戏的曝光,谭松韵和侯明浩之间的甜蜜互动再次让观众沦陷。 谭松韵在剧中的造型不仅展现了她甜美的一面,同时也展现了她精湛的演技。 侯明浩在公主抱的场景中动作轻柔,眼神满含深情,这一幕瞬间俘获了大批观众的心,网上更是掀起了一股磕糖的热潮。 有网友调侃道,这简直是年度最甜婚礼,看到这一幕,感觉心都要化了。 也有网友评论,谭松韵真的很适合这种古装造型,侯明浩抱她的那一刻,好像童话里的王子和公主,太梦幻了。 随着剧情的推进。 观众们不禁好奇,两位主角从初识到相爱,究竟会经历怎样的波折和挑战。 人族与妖族的冲突背景下,两人的爱情注定要经受重重考验,这也为后续的虐恋剧情埋下了伏笔。 剧中,谭松韵饰演的逍遥不仅要面对来自族群的压力,还要在保护所爱之人和维护和平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与此同时,侯明浩饰演的红叶也将在爱与责任中挣扎,如何化解两族之间的冲突,成为贯穿全剧的主线。 逍遥的设定充满奇幻色彩,而两位主演的表现也为剧集增添了许多亮点。 谭松韵的甜美与坚韧,侯明浩的深情与勇敢,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必将为观众带来一场感人至深的视听盛宴。 对于这部剧的播出时间,观众们已经迫不及待,希望能够早日看到这段跨越族群,跨越生死的爱恋。 谭松韵与侯明浩的合作无疑成为了今年最令人期待的荧幕情侣之一。 逍遥大婚戏仅仅是剧中甜蜜的开始,而接下来的剧情走向将更加引人入胜。 随着剧集的推进,相信观众们将见证一段既甜蜜又虐心的感情故事。 谭松韵多部爆款剧评出,两部带播新作备受期待,近年来,谭松韵凭借扎实的演技和可爱的形象,逐渐成为了观众心中的收视女王。 她所主演的多部电视剧《接连爆红》,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也奠定了她在娱乐圈中的地位。 从古装到现代职场,从爱情到奇幻,谭松韵的戏路广泛,每一部作品都能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其中,与任嘉伦合作的锦衣之下无疑是谭松韵的代表作之一。 剧中,她饰演的原今夏与任嘉伦饰演的路易之间的甜蜜爱情让无数观众沉醉不已,成为了经典的荧幕情侣。 该剧不仅让谭松韵的知名度大增,也让她成为了备受追捧的古装女主角。 之后,谭松韵又在现代剧中展现了她不俗的演技。 在与林更新搭档的《请教我总监》中,谭松韵饰演了一位职场新人,从青涩到成熟,她精准诠释了角色的成长历程。 两人在剧中的职场爱情火花四溢,收获了不少好评。 而在与王凯合作的《向风而行》中,谭松韵挑战了航空题材,饰演了一位坚韧的飞行员,展现了女性在职业中的坚毅与不屈。 她与王凯的对手戏更是精彩分成。 观众们纷纷感叹两位实力派演员的默契合作。 此外,谭松韵与景博然连妹出演的《归录》也成为了当时的热议焦点。 该剧通过两人的感情发展,深刻描绘了爱情、家庭和成长的复杂关系。 谭松韵用细腻的演技把角色的情感波动演绎得淋漓尽致,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共鸣。 今年,谭松韵与徐凯合作的新剧《你比星光美丽》再度引起关注。 剧中两人携手演绎了一段甜美浪漫的爱情故事,吸引了大批粉丝的期待。 这部剧无疑再次巩固了谭松韵在现代剧中的优势,观众对她的每一个角色都充满了期待。 除了这些已播出的作品,谭松韵目前还手握两部备受瞩目的待播剧。 她与郑叶成合作的古装剧《赎锦人家》讲述了古代织锦世家中的爱恨情仇。 谭松韵在剧中饰演一位聪慧机智的女主角,剧照一经曝光,便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而与侯明浩主演的仙侠剧《逍遥》更是备受期待。 该剧不仅融合了奇幻和爱情元素,还将人族与妖族的冲突巧妙结合。 谭松韵与侯明浩的首次合作也让粉丝们充满期待。 无论是已播出的热剧,还是带播的作品, 谭松韵都用她的实力证明了自己是当前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 她的每一个角色都让人印象深刻,期待她未来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谭松韵、侯明浩逍遥大婚画面抢先曝光,甜蜜互动引发网友热议。 近日,备受期待的仙侠剧《逍遥大婚画面》抢先曝光, 主角谭松韵与侯明浩的甜蜜互动瞬间点燃全网讨论。 在曝光的片段中,谭松韵一身粉衣,头戴花冠,造型甜美动人。 而新郎官侯明浩则身穿喜庆的红衣。 面带灿烂笑容,轻松上演公主抱的场面,画面中洋溢着满满的幸福感。 在这一场婚礼戏份中,侯明浩不仅动作轻盈,脸上还带着甜蜜的笑容,将谭松韵稳稳抱起。 而谭松韵则在被抱起后,俏皮地拨弄起侯明浩的头发,甜美的动作引发了现场的欢笑。 网友们纷纷表示,这一幕简直是糖分超标,两人之间的化学反应非常强烈,令观众无法抗拒。 这场婚礼戏不仅展示了谭松韵与侯明浩在剧中的角色关系,也让粉丝们对两人的感情线充满期待。 侯明浩的深情笑容和谭松韵的俏皮互动无意为这场婚礼增添了更多的甜蜜色彩,让观众磕糖不停。 有网友直言,这对CP实在是太甜了,简直是年度最佳荧幕情侣之一。 逍遥作为一部仙侠题材的剧集,结合了人族与妖族的冲突,加入了丰富的奇幻元素。 谭松韵饰演的逍遥与侯明浩饰演的红叶在剧中携手面对各种危机与挑战,两人的感情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升温,从最初的相知到最终的相爱,经历了许多曲折。 而这场大婚戏无疑是他们爱情故事的重要转折点,也为后续的虐恋剧情埋下了伏笔。 随着这一甜蜜画面的曝光,网友们对逍遥的播出更是期待不已。 无论是谭松韵的甜美造型,还是她与侯明浩之间的互动,都让人迫不及待想要看到这部剧的完整呈现。 逍遥不仅是一部仙侠剧作,也是谭松韵与侯明浩首次合作的作品。 两人的默契搭档已经通过这一婚礼画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相信在接下来的剧集中,这对CP将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 谭松韵饰演女强人,与徐凯演绎你比星光美丽成人是恋爱,CP感爆棚。 谭松韵近年来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极具感染力的角色塑造,赢得了大批观众的喜爱。 而在新剧你比星光美丽中,她再度突破自我,挑战饰演一位独立自主的创业女强人季星,与徐凯饰演的霸道总裁韩婷,共同演绎了一段甜虐并存的爱情故事。 在剧中,季星是一位事业有成,意志坚定的职场女性,她从不向命运低头,通过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地。 而韩婷作为一位冷酷强势的霸道总裁,在外人眼中高冷不尽人情,但内心却始终对初恋情人季星情有独钟。 两人因缘际会,久别重逢后展开了一段充满成人式的成熟爱情。 谭松韵与徐凯的首次合作《火花四溢》,剧中的两人不仅展现了角色之间的深厚感情,还让观众感受到了成年恋爱中那种理性与感性交织的复杂情感。 无论是重逢时的悸动,还是在爱情与事业之间的抉择,谭松韵都将季星这个角色的多面性演绎得淋漓尽致。 而徐凯也用她深情的眼神与冷峻的外表,将韩婷这一复杂的角色表现得层次分明。 两人的默契配合,使得剧中的每一个互动都充满了张力。 观众们纷纷表示,谭松韵与徐凯的CP感太强了,简直让人心动不已。 许多粉丝也因这对荧幕情侣的精彩表现迅速圈粉,两位演员的人气因此也迎来了新一轮的高峰。 你比星光美丽不仅讲述了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还通过季星与韩婷的成长历程,探讨了现代都市中情感与事业的平衡问题。 季星作为一位独立女性,面对爱情时有自己的坚持和原则,而韩婷则在重逢后逐渐理解并支持季星的事业追求,展现了两人在经历时间与生活的洗礼后。 成熟的爱情观和人生观。 该剧播出后,观众们对谭松韵饰演的季星角色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她不仅演绎出了职场女性的自信与从容,也让大家看到了她在爱情中的温柔与坚韧。 而徐凯饰演的韩婷同样备受好评,既有霸道总裁的强势一面,也有对初恋的柔情呵护。 随着剧情的深入发展,两人的感情线将逐步升温,而面对事业、家庭、爱情的多重考验,季星与韩婷之间的关系也将迎来更多波折与挑战。 观众们纷纷期待着这对CP在剧中带来更多的感动与惊喜。 谭松韵仙侠剧《逍遥杀青》,侯明浩因录制综艺延迟补拍成主音。 8月初,谭松韵主演的首部仙侠剧《逍遥》顺利杀青。 这也是她出道以来首次主演的仙侠题材作品,备受粉丝们的期待。 然而,与此同时,男主角侯明浩的戏份却因多方原因推迟,成为《逍遥》剧组杀青延迟的主音。 据了解,侯明浩此前因出演了热门武侠剧《少年白马醉春风》一炮而红,凭借出色的表现迅速积累了大量粉丝,成为娱乐圈中的新近流量小声。 此外,她还参与了热门真人秀《花儿与少年6》的录制,凭借其在节目中的活泼个性和不俗表现再度圈粉,热度持续攀升。 然而,由于侯明浩的多项工作安排,特别是《花儿与少年6》的录制日程与逍遥拍摄有所冲突。 导致她未能及时返回剧组完成补拍工作。 据传,侯明浩要等到综艺节目《花儿与少年6》全部录制结束后,才有可能重返逍遥剧组补拍相关戏份。 这一安排使得原本预计2月开拍,计划6月杀青的《逍遥》延后了一个多月,至今才正式接近尾声。 尽管如此,谭松韵的戏份已顺利完成拍摄,她在剧中的表现备受关注。 作为仙侠剧的女主角,谭松韵饰演的角色充满了坚韧与温柔的双重特质,令粉丝们充满期待。 与侯明浩的合作也成为剧中亮点,两人默契的配合和强烈的CP感让不少观众对这部剧充满期待。 虽然《杀青时间》有所延后,但《逍遥》整体的制作水准依然备受好评。 仙侠题材作品历来对特效和剧情要求较高,而《逍遥》不仅融合了奇幻与爱情元素,还加入了精彩的人族与妖族的冲突设定。 剧中的视觉效果与情感线条都备受瞩目,观众期待这部剧能够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对于侯明浩的粉丝来说,虽然因工作安排导致补拍推迟, 但相信她的努力和专业态度一定会在《逍遥》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谭松韵和侯明浩这对新鲜组合也将为仙侠剧带来新的活力与惊喜。 随着《逍遥》正式杀青的消息传出,观众们对这部剧的期待也愈发高涨。 无论是谭松韵的首次仙侠挑战,还是侯明浩的精彩回归, 这部作品都将是今年仙侠剧迷们不容错过的一部大作。 谭松韵、侯明浩《逍遥大婚》画面曝光,甜蜜互动引发网友热议, 近日,备受期待的仙侠剧《逍遥大婚》场景抢先曝光, 谭松韵与侯明浩的甜蜜互动引发全网热议。 画面中充满了浓厚的喜庆氛围,甜度爆表。 谭松韵一席娇嫩的粉色礼服,头戴花冠,造型甜美可人, 而侯明浩则身穿一身红衣,饰演的新郎观气势十足, 二人被热闹的人群围绕,场面喜庆而热烈。 在大婚场面中,花瓣飘洒,人群手捧红花,欢呼雀跃,不断拍手庆贺, 整场婚礼氛围洋溢着幸福和欢乐。 谭松韵与侯明浩在众目睽睽之下,先是深情对视,相视而笑,满含爱意。 随后侯明浩一个公主抱将谭松韵轻松抱起,脸上始终挂着灿烂的笑容, 毫不费力的模样展现出满满的男友力,瞬间让观众心动不已。 更让网友们沸腾的是,谭松韵在被抱起后俏皮地拨弄起侯明浩的长发, 二人之间的互动充满甜蜜与亲密,整个场面高甜度直击观众的心。 网友们纷纷表示,这对荧幕情侣的CP感时再太强了,简直让人无法抗拒, 甜蜜画面让无数粉丝直呼,磕到了。 逍遥作为一部仙侠题材的大剧,不仅讲述了人族与妖族之间的爱恨情仇, 亦充满了奇幻与浪漫元素。 谭松韵饰演的逍遥和侯明浩饰演的红叶在剧中携手并肩, 克服重重困难,经历了种种磨难后迎来了这场隆重的大婚。 婚礼场面的曝光无意味着部剧增添了更多的期待和热度。 网友们对这段甜蜜的互动赞不绝口, 谭松韵与侯明浩的首次合作火花四溢, 二人默契的表现与自然的互动将角色之间的感情线展现得淋漓尽致, 令人充满期待。 这场大婚戏不仅是剧中人物感情发展的高潮部分, 也预示着两人未来的感情路将充满波折与挑战。 相信随着剧情的展开, 观众们将能见证到更多感人至深的情感片段, 期待逍遥带来更多惊喜与感动。